最近新出了一个网球游戏 名字叫上玄网球2K25 里面有费德勒、穆雷、小威和大阪之美 我是在PS5上玩的 三档会员可以免费玩两个小时 背景播放的视频就是我一边玩一边录制的 现代网球游戏真的不多 PS二档会员里面有两个网球游戏 我都玩过 但是不是很好玩 不好操作 玩得不尽兴 Switch平台也有一个网球 叫马里奥网球 我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感觉不错 回头买个卡带深入的再玩一下 网球游戏最近没有什么新作 其实在我们国内网球运动也是属于小众的运动 特别是在小城市找个人约个球都很难 因为会打网球的人太少了 我们继续说游戏 上选网球2K25 打击手感很不错 上手比较容易 不算难 游戏内置了教程 把基础教程走一遍 打简单难度的对手 基本上可以秒杀 上选网球2K25和真实的网球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现实中的网球 对于初学者来说 把球打到球拍的那个甜心区 并不是很容易 如果打到的甜心区 会让人心情愉悦 回过去的球 速度和力量都是很强的 对手难以招架 在游戏中 如果把握好时机 能打出完美击球 对方也是难以招架 对方回过来球的威力就会减弱 然后我们下一拍就会很容易胜利 但是在游戏中打出完美击球并不容易 因为那个绿条的时间 有时长有时短它不固定 这个和我们自己的跑位站位 以及对方回球的这个速度质量是有关系的 如果对方回过来的球速度慢 这时候我们正好站位也合适 提前架跑拍准备充分 这时的绿条停留时间就会很长 我们就很容易打出完美击球 但是如果我们站的位置不好 或者击球时机被挤压了 游戏中的这个绿条就会一闪而过 很难打出完美 现实中打球也是这样的 如果跑到位准备充分 就很容易打出高质量的击球 但是如果需要跑着追球 回球的时机很短 打得很勉强的话 回球的质量也会很差 其实我平时在线下也是经常打网球的 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我每周基本上打三次吧 就是简单的对拉 为了锻炼身体 虽然我的网球水平是很初级的那种 但是对网球多少有点了解 多少会点 所以点评这款游戏多少有点发言权 这款网球游戏和非法足球游戏 NBA2K篮球游戏一样 玩这种体育游戏都要有意识 比如FC24里面不能胡乱传球 特别是在禁区内如何组织进攻 把球传给谁 什么时候传 在传球之前要有一个计划 其实赛车游戏 甚至只狼老头华这种游戏 也是需要有意识的 不能横冲直创 要讲究点策略和战术 下面说说这款游戏的缺点 上选网球2K25 这款游戏的画面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有点真实感 但是人物表情很僵硬 呆若目击 那个眼睛有点吓人 不如FC24和NBA2K24的人物好看 不过对于一个网球游戏来说 打击手感是第一位的 好玩是第一位的 人物表情就忽略吧 不忽略又能有什么好办法 喜欢网球的同学 如果正好有三档会员 建议尝试一下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价格548港币 这是一个3A游戏大作的标准版的价格 花500多块钱买个网球游戏 估计很多人认为是智商税 不如等折扣或者等入户 但是你们知道吗 现实中一只网球宽 稍微像点样的就得1000到1500 一颗网球得67块钱 网球场的租用费一个小时就得在100到300之间 这么来看548港币能玩很久的网球游戏 还贵吗 我算不算PWA高手啊 我最早接触到的网球游戏是在2003年 PSR平台的VR网球 是世家公司做的 那款游戏只需要一张CD光盘 容量不到600兆 画面我是不记得 但是玩起来非常爽 打击感十足 现在我还记忆游戏 我觉得吧 不管是运动游戏还是赛车游戏 或者别的类型的游戏 玩游戏的本质就是为了让玩家开心 让玩家爽 你们说是吧